以往內地樓市在金九、銀十、國慶檔期都相對暢旺 但北京今年有不少新盤趁長假期減價賣樓 葉介說樓市購買力已經提早在暑假釋放 相信整體的消程會較去年失息 洪嘉昇報導 國慶長假期臨近尾聲 北京有13個新盤搶在假期完結前開售 其中大興和通州區的新盤售樓署 都有不少人來看樓 每天的到訪呢 預計會有將近200組左右 然後平均我們每個銷售得接到8到9組客戶 這也是比較飽和的一個狀態 黃丁大未必旺財 這麼多新盤一起賣 想想一下 市內現在超過50個新盤當中 至少一半都趁長假期減價 普遍205折賣樓 個別更加減到700折 有房山區的新盤 每平方米均價賣2萬8千元人民幣 比兩年前同區新盤便宜1乘4 7幾折的其實是 因為實際上所謂打折 因為它本來已經有打折 如果市區樓就不用怎麼減 如果你周邊的地方 你差不多可以把它視為一個 類似二線甚至三線城市 那類型的一些項目 減價幅度會大些 他又說由於疫情積聚的購買力 已經提早在暑假釋放 令到今年的金狗銀10 旺季失色 九月的整體交易量應該比 七、八月可能還差一些 有些城市有些新的調控政策 我估金狗銀10今年 整體交易量可能十幾二十個巴仙 可能會有 如果跟去年比 他相信中央收緊內房借貸 會迫使個別發展商 在今季加速推盤 以加快資金回籠 減價賣樓的壓力會更加大 有線電視記者洪嘉昇報導